不论出家 在家 发心修行 佛法的目的 都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 成就道果 有了业 就要消业 不要放弃 每个人都有佛性 要有恒心 信心 佛性就是我们的决心 过去造了恶业 产生执着 所以要净化这个心 用这种智慧来相信 因果 相信这种无常的道理 不是用这种 你没办法抵抗 就随人放弃 我就没能力抵抗 我也未知先觉 我不晓得什么无常来 遇到随人 又是随人 随人就变成 我们讲的就是懒散 就是比较轻微的心 因为这种智慧 虽然是一个名词 但是这是有点故的 会来临的现象 佛陀佛太友讲到说 谁言 或者是无常 会出现在人的生活当中 所以有这些名词 要化为智慧 不是说无常 无常你没办法抵抗就算 不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智慧 这样的佛教徒 真是太功夫了 你皈依三宝 我们是希望 大家佛教徒 因为这句佛 代表智慧 觉悟 所以 我们为什么要讲觉悟 我们禅宗为什么讲说 明心见性 所谓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明心就是明白自己的菩提心 见性就是见到自己的本心 本性 成佛是成法身佛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是顿悟的法门 顿悟了心性 就缩短了修正的时间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明心见性 优优独播道 明心见性 优优独播道 优优独播道